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聽到就恨得牙癢癢 如今她出現在我們呆彎都要呆地的鏡頭前面 来跟我们分享她的人生 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徐开喜她出孕了 说到她已经72岁 但是看看她的身体还是非常的硬朗 眼神少了当年的锐利 她现身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而且好几次的她掉下眼泪 她说当年走了这条不归路 没有见到地底最后一面 这是她人生最大最大的遗憾 我们带你一起来听 听这一段越狱大王的故事 这是我最遗憾的一件事 结果我弟弟真的没等到我回来 去年走了 过世了嘛 一张爱这样 我在年关还蛮有名的 我讲实在这虽然很丢脸 我这一生这两个事情 我自己都会活该 因为很滑稽 我做的事情我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我会做这个 这是我感觉最奇怪的 她是徐开喜 刚刚落网的越狱大王 四十年的牢狱生涯 一共逃狱八次 民国八十三年八月二十八号 这一次最猛 之后独家专访到她的资深媒体人 葛树仁印象深刻 在民国八十三年 就已经成功越狱八次 被逮到当下 这一副玩世不公的拽脸 令人印象深刻 因为当年的她 无论是谁 她都不放在眼里 正是月孕那天 她把安民药加到花生汤 给监索三名管理员喝 离婚他们 为什么拿得到管制药品 又能让管理员毫无戒心 喝下她请的饮料呢 其实那时候的台北监索 还有人打电话 把大哥打出来 还有人可以携带高粱酒进去 就是一些不肖的管理员夹带进去的嘛 还有人在里面也可以吸到安非拉密 因为他们长期在里面 灌在里面 其实跟管理员之间 他们有相当成熟练 他们双男经理也有相当成熟练 我真的破纪录 没有 我真的是跑了十次 成功八次 我就两次失败了 没有带过了 基隆 宜然 同步 张花 大家这几个金钱没带过 七到千带过 不过那坦白说 因为被抓住打得很惨 那个年战 所以说没有人 很多人跑一次 一辈子不敢偷逃 从十六岁起就开始了 他的牢狱生涯 谈起早年在狱中的日子 他说那可不是一般人 撑得下去 以前情求逼供的 你只要收到一包香烟 整包的 一定追查了 那当天晚上你就被绑 绑起来你只要 大部分一个晚上就糟了 我们最多是绑两个礼拜 那个两个礼拜很吓人的 一天就很吓人了 当然是不会拉死的 拉尿什么 全部拉在腹上 他不屑的 就是吃饭来喂你吃 那我是经常被绑两个礼拜 我们在牢里面 就是想说时间可以过得快 那刺激的生活 一直过得会比较快 所以我们就比较想 有坏事做一项最好的 反正我不拿假释的 所以什么坏事我的想做 吃牢饭在陶育的生涯 对他来说 不过就是一块小蛋糕 但个性天生不服输 就喜欢刨给警察追 我是读新竹空小毕业 那我也是考上主义中 新竹最好的中学 我们那时到考试的初中 我们那时叫初中 你们后来改名叫国中 我们那时要考的 那我在台中 那时候我就台中二中 台中二中也是顶级的神殿 天资聪明的徐开喜 个性却天生与众不同 但在16岁的那一年 他刚考上台中二中 一个学期都没念完 他选择了那一条不归路 那你那时候是休学吗 还是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就围把了 我就坐牢了 我爸唯一 我不曉得是做对就错了 他第一个他 他那时送我去当化妍 他就有一点想 他知道我不对相关 结果我就开始跑 到出庭 在法庭上跑 当时正值叛逆期 爸爸是空军将领 但是父母对子女们 非常疼爱 我真的很丢眼 你俩在胡腹全职 就是情人我刚好 我爸爸也很忙 那最近那时候也很忙 那我母亲 我母亲很开放的 我母亲是 以我们一般口头来讲 非常上道的一个妈妈 我知道我的朋友 他只要知道是我的朋友 你要随时去跟他借钱 都借得到 但是我的违法 跟我爸妈 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纵容 可能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 都是前三名 这很气人 所以我也不晓得 为什么我会前三名 我回家都到处玩 可能上课比较挺奖的 家里五个孩子 徐开喜排行老二 谈到手足之情 让睡一条汉子的他 速度红了眼眶 还有一个因素就我弟弟 那我弟弟就台中嘛 然后云林看我很近 那我弟弟有劝我说 你又跑得你要到绿岛 因为那么远 我看也不方便 而且年级也不小了 看着四处 那是我最遗憾的一件事 结果我弟弟真的 没等到我回来这样 去年走了 过世了嘛 一张爱这样 不要等到他 怎么说 他从小学五年级 就跟我妈妈来看我 看到六十五岁 他就跟你讲什么 他跟你很亲近 感情感情 我最后这一趟 哎呀他把我骂惨了 我被抓到 渐渐六个月 那六个月之后 我是先判那天 第二天解禁 那我一判那时 第一天判我十八年 强制工作三年 我弟弟第二天解禁 他就来了 那他宣判那天他也到 他没有听懂 那个强制工作三年 他只听了十八年的 那我第二趟 正好关了十八年 十八年多 所以说我弟弟来见面的时候 就拼一点 骂完他就说 你看我刚等你十八年 你现在又要叫我等你十八年 他说 他说你就算能回来 可能我也等不到你 真的 一语成声 没见到弟弟是他一辈子的遗憾 人生中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间 都因为强盗案在狱中度过 五十一年的光阴 他阅读 学习紫微斗数 还能把名 其实多想想家人 或者你 尤其有老婆小孩的 我一直认为男人 一定要有责任的 我不想拖累 所以说我这个女朋友 等我三十四年 朋友介绍认识 但民国七十六年 那是我第一趟 正式回来的 就是自由的时候 这样我们认识 那相处 可能还大概六七月吧 我不晓得为什么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其实 他长得真不错 所以如果没有人追他 我还会很生气 我心里想 那我太没眼光了 可是 当然啦 我可能个性问题 我对他 始终有歉疚 但是 因为他一直来看我 那我 所以我跟他从来不提这些 很多人很喜欢提说 哎呀 我怕那么难你走好了 我从来不提 我从来不会去顾 那都是假的 我认为是假的 他用走的就自己 对 我们很轻松的相处 三十多年的时间 就耗在这位浪子身上 徐开启的女友 这也太专情了 但在外界看来 徐开启还真的有一套 因为我现在快出来的 前三个月 我不听歌的 我们在里面听 我国语歌 我比较喜欢西洋老歌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 西洋老歌 所以我没有听 有一天我听那条歌很棒 我赶快叫那个杂役啊 年轻人 我说这条歌叫什么名字 他说啊 这个永帮唱的 我最深爱的女人 我说这条歌好 我就把它写起 我害怕我会忘记 我出来第一个 我有一个弟妹 我就是结伴的弟弟 他太太 我说你帮我把那个 灌到手机里面 我说我一定要学会 等哪天可以离开的时候 我一唱给我马自听 回想起那一个 走岔路的契机 徐开启说 这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的 真意敢使然 为了兄弟 为了自己出那一口气 那时候我到底真的不懂 那世界 那真的是不懂 我们也不要借口 事实上就爱玩 出来耍个太保 好像自己很转 还蛮有正义感的 寻杀仗义 好像大概书看多了 那个吴嘉乔都看多了 总是并没有想要 我就像我刚刚跟您 跟您谈过 我就讲过 我说我从 我痛恨欺负人 所以我说我不是欺负人 我在里面也是一样 我对以前 犯的罪不是欺负人的 可以这样讲吗 对没有 但是你还是 你就抢了 你讲哪是对的 这是错的 这个讲不通 但是我那时候脑袋 好像没转过来 就是你说一般行为上 基本上蛮矛盾的 我有时候蛮讲规矩的 也蛮讲理的 我自己就很怀疑 结果都在做一些 不守法的事 这个到底 自己还自拗 我这个怎么 这个人性很奥妙 访谈最后问了他 在72岁的高龄 重获自由 之后最想做的事情 是什么呢 如果现在有一笔钱的话 就在短时间内 有抽一笔钱 我想带我十二之女 去二度蜜月 他们都有成家吗 带我去美国 我想去看看我姐姐和我妹妹 我姐姐和我妹妹的 好解释里面接 讲到家人 始终是徐凯喜心里头 最软的那一块 我真的没有资格劝人家 但是我的建议是 那不是好地方 真的绝对 能够不去最好不要去 所以你今天 如果你再回到重全的话 你还是会 做你曾经做过的事吗 我想可能还是重来一遍 以个性来讲 如果我不知道的话 我真的没有后悔 只是很遗憾 台湾大事 五趟半会计 各位好 我是俊向 我是雨昕 台湾大事 长期以来为大家搜罗 全台湾的重案 还有那些难以理解 不可思议的奇人奇事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 YouTube会员 给我们最大的支持 跟鼓励 你在加入会员之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专属的徽章 就可以跟着我们 来看全台湾 更多非常离奇的 社会案件咯 台湾大事 您的家族只有我们 正是值得鼓励 跟支持 啊 五趟半会计 赶快动手 加入我们的会员吧